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这种大折扣 尤其是黑五折扣季的时候 我必逛的品牌都有哪一些 在哪个电商去买这些品牌会最划算 那如果今天视频当中有什么我遗漏啊 或者说不太清楚的地方 我也会后续补充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中 还有比较全面的一些电商的活动 我都会整理在信息栏中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 我每次都必逛的品牌之一呢 就是矿威 因为我自己平时穿衣风格日常会偏休闲一点 矿威在我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这两年呢 我自己也特别喜欢收集一些款式比较特别啊 比较不同一点的矿威 对 那我觉得矿威来讲的话 款式相对来说比较全的一个是Essence 还有一个就是发发奇 第一次是箱中的两双 第一双是在Essence上看的 它是一双灰色这种毛绒感的 我从来没有这种毛绒绒感觉的矿威 感觉很适合冬天 而且它是这种灰色的也挺好来搭配的 这双是一双第一双的 它是这种渲染风的 我觉得它的鞋带巨美 就是这种五彩斑斓的 就是让人心情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图案相对来说也是很特别的 挺值得我收藏一下的 那第二个我逼逛的品牌呢 就是Acne Studios 这个品牌的衣服也是充斥我的衣橱 而且我觉得它在我日常使用率都是蛮高的 我前段时间刚入手了 他们家的这一条彩色的大围巾 也算是他们家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单品了 像是一条那种彩虹围巾一样 简直就是我在冬日里的心情调节剂 就是看着心情就很好 而且它下面的这个流苏也是 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去年就很想买这条围巾 但是去年为什么没买呢 因为我知道它这一条的材质穿戴起来 不会说特别特别特别的舒服 因为它还是那种麻海毛的嘛 会有一点点渣渣的 但没办法就是它颜色太好看了 而且其他的 你要不是这种麻海毛 这种毛绒的感觉 它也没有这种效果 所以我想说我们就买了吧 反正穿这种高领毛也不会 特别直接接触到皮肤上 它这条还是蛮长的 然后你想怎么搭配它 怎么戴都可以 而且我觉得它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它因为每一个格纹的图案 都是不一样的嘛 你想把哪一个颜色露在前面 你就可以这样调节 对 然后你想把这边露在的话 你就这样 就是都可以通过这种不同的技法 来展现它不同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这一条还蛮经典的 去年很喜欢 今年过了一年 还是没有切断我的念想 就说明我是真的喜欢 他们家这双老爹鞋 这双是也穿了三年左右吧 每一年在我日常生活中 或者说在我时尚穿搭当中的 利用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真的是做到了又舒适 然后又能穿出时尚感 到今天为止 我还是特别特别的喜欢 甚至说我每次坐飞机的时候 它也是我的一个首选 因为舒适度非常的好嘛 而且它又是有一点根的 就是有根是有厚度的 所以穿上去之后 也是蛮显腿长的 三个我闭光的品牌呢 就是Max Mara大衣 这一件呢 就是他们大衣里面非常经典 然后又很火的一个款式 就是101801嘛 其实它也是我夏天的时候买的 夏天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电商 就放出来了3638 这种特别火的池嘛 而且今年夏天的时候 Max Mara格外的火 因为当时不是正好 在播那个30而已嘛 就让这个大衣又火了一把 其实我觉得Max Mara 在每个女生的大衣衣橱里面 它就是哪种存在呢 就是你经过各种的 什么打斗杀怪升级 各种闯关 然后到最后展示出来的 那一件大衣 就是你经过层层层层的替换筛权 它是永远永远可以留在你衣橱里面的那一件 都说这一件 就是那种传家宝类型的嘛 就是真的是可以留给女儿穿的那一种 有试过我妈其他的款式 他们家我穿36码是整好的 我的身高是175 然后体重在102斤左右吧 但是这一件呢 我敞开穿之后 我更想让它穿出那种洒脱帅气的感觉 我就觉得可能买大一码三八码会更适合我 然后确实 我觉得这个尺码我选的挺正确的 而且一到冬天 大衣它是一定要做叠穿的 给我留出了叠穿的空间 这一件大衣它的版型相对来说是 比较挺阔一点的 它中间腰部这里会有一条腰带嘛 你把这个腰带系起来 可能就会风格更优雅气质一点 它的这个材质是 你可以感受到它用料的扎实 但是穿上去之后又不会觉得沉 底层我是搭配了一件纯白色打底衫 然后中层呢我是搭配了这样一件 baby blue我超级喜欢的颜色 一件这种天蓝色的羊毛夹克吧算是 因为它的材质也是巨情薄 而且很柔软 穿的时候把它敞开 或者说系扣子的把它假装成一件 稍微厚一点的衬衫 其实都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材质的就很适合来做 叠穿的中层 它里面的这个浅蓝色的图案 其实都很好看 而且这件我还是选了一个M码呢 因为它我觉得不光可以做叠穿吧 如果天气还没有这么冷的时候 把它当成小羊毛外套的时候 我希望它能够穿起来是更宽松一点 第四个我必逛的品牌呢 就是Rosantic他们家的包包 这个包包真的是我入手的第一个之后 就完全杀不住车了 就还想再入手他们家其他的款式 因为这个品牌 它最早其实是从那种手工制作珠宝开始的嘛 所以就可以发现 他们家的包包 每一款包带都像是珠宝一样 做得非常的华丽精致 善用的都是一些女生抗拒不了的元素 比如说珍珠 水晶 钻石 羽毛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女生看了就是受不了的 您看它设计也是非常非常的独特 与众不同 就是它每一款包的造型都不一样 然后上面的这些配饰也不一样 就让人特别的有新鲜感 而且觉得拿出去之后 尤其是像参加活动啊 年会啊这种啊 生日啊 完全就是闪爆全场 就包括它的侧面的设计都是很不同的 其实这一款包包它算容量还OK的 你看那种粉饼啊 卡包口红都可以扔进去的 但是它其他的那种 尤其是mini size可能就不太行了 但是这种包包 就是把咱们小仙女的仙气放进去就可以了 它不需要放特别多的东西 然后因为回来之后参加活动 然后一些正式场合比较多嘛 我这种比较精致的小包包也不是很多 所以这一次打算趁折扣的时候 再入手一下其他款 大家可以去LVR这个电商来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电商也是我最近很喜欢用的 之前可能不是很熟悉 但我发现尤其是这一次黑五 它们家算是诚意比较满满的了 这一次应该是有一个全场六折 对这个折扣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诚意了 它们家就是比较适合去买一些小众品牌 第五个我闭光的品牌呢就是mi 这个品牌呢是属于男装比较精彩一些 我也是在夏天反击折扣的时候当时有录Vlog 我就把他们家比较经典的一些款式 全部都帮Harry置办好了 当时折扣力度很大 而且尺码也全 关键问题是今年夏天的时候 mi的风还没有说刮得那么的凶猛吧 然后今年黑五我就只给它入手了一件 就是那个黑色的高鲁毛衣 它也是在这边有一个那个爱心 一个A的一个logo 算是一件这种黑色牛仔衣吧 但是上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线条点缀 它前面的这个大口袋也是一个特点 我觉得这一件真的算是它衣橱里面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件了 还有就是我觉得他们家的卫衣 大家可以去买一下 因为我算是愉悦卫衣无数 但是他们家里面的这一层加绒 真的是超级超级的柔软舒服 就没有那么厚重薄薄的一层加绒 穿上去特别的柔软 整个材质摸起来也是很舒服 当时给他买的是这一件白色的嘛 一个品牌呢就是Petty Studios 我觉得他们家呢也是称黑五 折颗粒度比较大的时候 入手会比较的合适 然后这一次是他们送我几件衣服嘛 一个是我选了一件这种 蜂蜜色的格纹大衣 我觉得这个配色超级的好看 就也是在那种很寒冷的冬天 一个很明亮温暖的一个存在 属于非常轻薄 然后很柔软 就是很舒服的这一种羊毛材质 很自然很流畅的这种 有点浴袍式大衣的这一种款式 我觉得这一种大衣穿起来 会比较的有气质 而且穿上去之后也会更舒服 就没有那么厚重沉甸甸的感觉嘛 这件也是 如果想要气质优雅 比较韩戏小姐姐一点呢 就可以把它腰间的这个 系袋系起来 还有就是我身上这件衣服 其实它跟去年那一件 就是换了一个配色 但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配色 还蛮好看的 也是跟刚才的这个大衣的颜色 非常的相像 是这种燕麦色 然后棕色啊 一个姜黄色拼在一起的 也是很温暖的这一种颜色 这一件就穿起来很舒服 里面不用穿任何的衣服 它就是贴身穿 是完全不会有一点一点难受感 拿它来提穿了 我二月份买了这一件 ZARA的毛衣马甲 因为马甲算是今年秋冬的 一个很大的流行趋势 我幸亏二月份的时候 买到这一件 因为我觉得 这一件ZARA的毛衣马甲 比后续其他品牌出的 版型都要好 接下来就是第七个 我必逛的品牌 就是Frankie Shop 这个品牌也是这两年 刚刚流行起来的吧 今年夏天特别的火 因为他们夏天 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一件特别火的 电肩的大背心 都是他们家的 然后这个品牌呢 其实主打也是比较简于 干练帅气的这种风格 就跟我日常的风格 还蛮像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以纯色打底 这种基础色 没有什么过多花哨的设计 前阵子呢 我是买了他们家的一条 棕色的裤子 这一条我特别的满意 整体是一个 这种直筒裤的效果 但是又有一点点椎形的感觉在里面 我特别喜欢它臀部这里 就没有设计的 像欧美那种品牌 设计特别的宽 它就是腰部和臀部这里设计的 我穿上去之后特别刚刚好 而且它前面还有 我很喜欢的这两条中线 反正穿上去之后 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然后它的材质也是不厚重 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像搭配运动鞋啊 或者说是靴子 就把它塞进去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一条还是蛮百搭的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几个韩国小种品牌吧 因为我平时日常生活中 购买韩国小种品牌是比较多的 那第一个呢就是Low Classic 这个品牌呢 也是这两年突然间就火热起来了 我记得一开始关注它的时候 还是只在那种 韩国设计师的网站上有卖 但是现在就已经冲进了 各大电商品牌 算是近两年 非常成功的一个 韩国小种品牌吧 比较满意的是前段时间买的这一身 对这个是一件毛衣 它也是一个这种棕色的毛衣 然后它弹力非常的好 而且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就是很扎实很保暖的那种毛衣 袖子也是一个泡泡袖 就虽然说看起来是有点点紧身的 但其实它这个泡泡袖特别的凸显气质 前面的这个暗纹设计也是相当的有立体感 还做了一些不同就是不规则的一个设计 其实这一件呢 它的亮点是在后背 它的后背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小漏背 正好是在我们内衣下面的位置 就穿正常的卫衣 就完全正常的卫衣 正常的内衣就完全不影响 它正好是在这个内衣下面 然后做了一个差不多这个样子形状的一个小漏背 我一般会把这件毛衣扎进裤子里面 然后就会显得后背 稍微若隐若现的漏一点 这个线条感还是蛮好看的 它算是一个这种有点修身的威拉裤吧 就是上部分会比较的修身一点 那又不是紧贴着那种 然后在下摆处会做一个小开叉的设计 然后一个威拉的一个效果 这种裤型真的是巨鲜腿长 所以我就想买一条质感稍微好一点 前面也同样是有我喜欢的这两条中心 而且它下面的这个开叉呀 就正好你穿高跟鞋啊 或者穿靴子的时候 能把你那个脚面也是露一点出来 特别的好看 就这条裤子的摆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特别的显腿长 我很满意 但是这条裤子我一开始闹了一个乌龙 就是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它的模特图 看清楚它下面的简介 我当时是在哪个网站上买的 反正就是它有一条墨绿色的 然后好像还有一条藏蓝色的 还有一条黑色的 它这几个图片 模特图拍的基本上都像是黑色 所以当时收到之后 我其实买成了一条墨绿色的 但是我当时觉得肯定不行的 我就又来回换了一下 然后换成了这条黑色的 因为黑色永远是最经典的嘛 这条我很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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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品牌呢 是Canter Salmon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就是我衣橱中那条 穿了一个世纪的拖地长裤 就是这个品牌的 还有就是这件燕麦色的大衣 也是属于这种轻薄 垂垂感好的羊毛大衣 我这两天就是这个喜好 因为我觉得这种大衣看起来 特别的细腻 因为它很柔软嘛 所以就是很高级 不廉价 燕麦色真的很实穿 因为它也是属于在秋冬米棕色系里面 很亮的一个颜色嘛 而且你不觉得这种燕麦色 真的是自带那种优雅气质 那种高贵的一个属性 还有一个品牌呢 就是Front Row 也是我衣橱中有特别特别多 他们家品牌的衣服 也是质感都非常好 而且是能在衣橱中穿很久很久的那种 也像很多西裤西服的套装 然后还有去年那件短款的西服 羊毛大衣还有那件羊脚扣的大衣 都是手感巨好的那种 但就是这些品牌 可能不像Low Classic 它的知名度那么高吧 然后这一件呢 是一件这种毛绒绒感的小外套 也是我每一年冬天 都特别喜欢穿的类型 我去年是有一件那种薄荷绿色的嘛 然后我觉得它的这个棕色 也是刚刚好的一个棕色 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后这一件呢 它的特点呢 其实就是它下面啊 有一个不规则的设计 一边是正常的 然后一边它做成了一个小圆弧形 所以穿起来的时候 就增加了一点点那种 可爱俏皮感 这一件它的保暖性 其实就很好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会直接搭配短袖的T恤 如果说不是生活在 特别冷的地方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还是可以的 冬天就真的很喜欢 穿这种摸起来毛绒绒的衣服 就是有些阳光一打 特别特别暖洋洋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它可以搭配 要那种格纹的围巾 就搭配要格纹 围巾戴在这边 就还蛮有那种自然慵懒感的 像Instagram上很多那种 法式风穿搭呀 韩风穿搭 都会利用到这种 小毛绒外套 就还挺好来搭配的 还有一个我经常会购买的品牌呢 就是ENOR 我不是太确定 是不是这样多啊 就是他们家最近 有一件那种格纹的小背心 还蛮火的 然后还有一些 卫衣啊 西服的款式都挺好看的 然后这一件呢 它是一个这种棕色的格纹 小西服式的一个小外套 然后这一件它还蛮有个性的 就是它腰部这里的腰带 它是做了一个 隐藏式小腰带的设计 就是你在世界上看 它只露出来了半截 只有半截的这个腰带扣在这边 就像是藏起来了一样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有特点的 然后这一件呢 就因为我觉得 它这个棕色格纹 妥暗很好看 也很适合冬天 尤其是它这样子腰带 一绑比较修身的一个效果 穿起来就特别的干练帅气 把它当成敌穿的那个中层 也是可以的 那我觉得它单穿也很好看 但是这一件呢 就是它外面这一层 可能不是特别的舒服 有一点点渣 对就是手感并没有说那么顺滑吧 但好在就是它里面 是做成了这种滑滑的面料 就是外面的这一层 像这种韩国小城市 一些品牌 之前在温哥华的时候 要么就是找代购 要么就是在W Concept上买 它就是一个那种 韩国小中设计师的集合店吧 应该有韩国专门的网站 然后还有北美的一个网站 然后他们黑舞的折扣力度也很大 其实我觉得 韩国小中设计师品牌 好处就是不太容易撞山 因为它真的是有成千 上百个设计师品牌 像V1的话 可能有一些 就是在六七十刀上下 我觉得价格还是蛮划算的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它们的折扣区 因为前段时间它那个折扣区 就已经有一些在 差不多低至二折左右了吧 这件也是我之前拍穿搭图之后 我其实发了两组 然后很多人私心问我这个牌子 因为我其实挺喜欢穿小湘风外套的 但是我又不喜欢 把小湘风外套 穿出它固有的那种 优雅女人感 我就很喜欢把它跟 比较帅气的单品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运动鞋啊 然后拖地裤啊 这种像把它中和一下 穿出我自己的那种 喜欢那种帅气的风格 然后这一件呢 它的上面的这个勾花图案特别的好看 其实远看就是这种黑白的千鸟格图案 但其实近看 它上面是有这种卡其色 还有雾霾蓝色混在里面的 这种真挚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这个颜色搭配的巨好看 而且就是一般小湘风都会有这种流苏设计嘛 它的这个流苏设计的比较短 所以就不会有勾在一起的那种勾线的情况 这样子就会显得整件衣服是比较精致的 还有就是它的领口这边 你把它合死之后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小微领 这个样子呢 我们冬天穿高领打底衫的时候 就不会说显得我们的脖子很短 反正这件就是你休闲穿 然后或者说正式场合穿它 都可以搭配出不同的风格 接下来是两个我每一次打折的时候 都必逛的首饰品牌 第一个就是Shashi这个品牌 它是一个纽约的设计师品牌 然后呢它我目前只知道有在Shop Bob上买 然后这个品牌我真的买了好多好多 跟大家已经推荐过很多年了 你像这一个珍珠的视频 好像是我大前年的时候录视频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过的 但是现在戴起来还是完全都没有什么质量问题 还有就是我回国之前 三岁月份的时候买的这个圆环的 也是非常的好看 就它你现在在看还是很亮的 就是整个光泽度都是保持的非常的好 我记得之前的时候 我那个视频盒 好像有一次我是不小心喷上什么东西了 所以那一阵子 我整个视频里面发黑了的就特别特别多 但是他们家品牌的就完好物损 一点事也没有 关键就是性价比贼高 他们家视频大部分都是在40到80道之间吧 那你可能打折的时候买就会更划算 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我是很推荐给大家 特别特别的耐带 而且款式也都是很简单 大方又有设计点的 你像它这一个 它就不仅仅是一种圆环的 它上面的这个环绕式的那种勾花设计的都很好看 然后还有第二个品牌呢 就是Justin Klinkink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这两天我真的是疯狂的刷到 我跟大家一样也是在Essence上买了超级多 我这一次在Essence上买的最多的就是他们家的R室 就是那种很bling bling 而且很有设计感的一个品牌 之前录视频的时候就有带这一副嘛 然后当时大家学习度就蛮高的 他们家视频一般都是这种不规则的设计 就是特别的有设计感 要么就是左右两边大小不一样 要么就是多少不一样 要么就是长度不一样 而且很多都是以金色和银色为主 我这一次还买他们家几款项链 我觉得也很有设计感 主要就是价格其实也挺合适的 最后就是重头戏了 就是每年黑五折扣的时候 包包肯定是算下来最划算的 所以呢我每次黑五的时候 必逛的几个包包品牌 第一个可能就是BV嘛 新BV里面我最喜欢的黑白霜沙 一个是这个黑色的 开始觉得它好像一个炸药包啊 但确实是拿回家之后 越看越喜欢的一款 而且它的皮质特别特别的柔软 就整个像一个小枕头一样吧 而且这款包包的容量也很充裕 我觉得这款包包它的风格 可能会更加的帅气一点 又适合平时穿衣风格比较中性啊 然后比较帅气一点的女生 今年新入手的这一款饺子包 这一款我买的白色 反正就是要比较细心一点 拿去东西非常的方便 一拉一拿 里面能装的 别看它小小一个 其实能装的容量是非常非常充裕的 所以这款包包我也很喜欢 它们家的皮质都是相当柔软的 还有壁光的呢肯定就是SLP 那这款包包呢就是我去年黑舞的时候做开箱 跟大家分享过的 其实这个也是我越背觉得越喜欢 觉得越好看 它们家的包包肯定也是要在黑舞中折扣的时候入手 会比平时划算的太多了 其实它的容量真不用看就是特别特别的充裕 而且皮质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柔软 风格会更好驾驭一些 因为它背上之后是比较慵懒啊 随意一点那种风格 它的这个背带是可以调节的 你可以这样双肩 这样子背就会比较休闲一点 或者说你其实把它这样子拉长 就是斜胯也是可以的 还有必须要关注一下品牌呢 当然就是楼一卫的包包 也是趁折扣的时候很划算 它们家的包包里我最常背的就是这两款 这两款都是mini的大小 虽然都是棕色系 但颜色会有一些些不同 这一款呢 它是拿东西比较方便 你看就这样 一拿东西就好了 然后旁边这个袋子可以收紧 然后里面容量我觉得也是挺OK的 但其实这款包包 它在我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率是最最最最高高的 最最最最高高 对 而且我当时特别庆幸啊 因为我是之前在店里面买的嘛 当时正好是出了这个肩袋 就是比较不同的这个肩袋 这个我之前在杂志上看见过 就很想买 然后当时正好在店里撞肩了 当时的价格真的不比这个包便宜到哪去 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太值得了 我觉得这条袋子 真的把这个包包的颜值完全撑起来了 而且就是很不同 所以后来我每次在背这个包包的时候 大家的询问度都是在这个袋子上了 因为我平时出门的话 带的东西其实不多 所以说这个mini size对于我来说是完全OK的 就差的这个容量 放我们女生出门那些是OK的 但你如果说出行带的东西比较多 就是需求量比较大的话 就可以考虑一下买那个大好一点的 因为那款包我觉得也是属于通勤啊 然后日常休闲啊 都蛮合适的一款 还有肯定就是可可可可可可可的包包 他们家的包包才是真的一定要在折扣的时候入手 因为他们家打折打得都很凶 如果说日常没有打折的价格的话 其实是相比较起来就太划算了 这款也是我去年黑五的时候的一个小战利品 我觉得这款包包它也是他们家品牌当中很有代表性的一款了 小巧精致 就是你背出去之后特别容易让人种草的 而且因为我选了一款这种鳄鱼纹的嘛 就它这个鳄鱼纹的光泽给我也非常的好 整个质感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今年其实黑五开始的还蛮早的 所以估计已经很多同学都收到包裹了 如果你买到什么自己特别满意的战利品啊 或者说特别划算的单品 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然后一起来分享一下 如果后续有一些补充啊 就是没有说全的 我也会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中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觉得黑五其实 还是一个查缺补漏的大折扣季节吧 就比如说我正好需要一件这种打底衫 我正好需要一件这种大衣 然后我种草这个包包很久了 然后正好趁这个折扣的时候来入手 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看它那个数字的冲击 就觉得是不是这个价格降到这儿不买 我就像吃亏了一样 但我觉得还是要控制住自己理性购物 就查缺补漏吧 对 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视频 能够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参考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